因应中共军机频频绕台 为了严防共军从东部海域 对台湾发动突袭 国军全面戒备 有民众这两天就发现了 台东出现了军方的武器装备 先是在蓝羽外海 出现了两艘国军的军舰 24号又有一丝载运飞弹的军方车辆 进入了都兰海岸 民众将这一幕拍下来 也纷纷为国军加油打起 一台又一台浅灰色的车辆 里面装的一丝就是飞弹 因中共军机频频绕台 台东军方也开始全面戒备 24号供7台军方车辆开进台东都兰海岸 军事名研判 车辆外观为浅灰色 很可能是鲜少曝光 相当神秘的海军海风大队 配备的陆基型雄风二型 与三型反舰飞弹 能24小时监控共军动向 大大威胁中共船舰 其实这些载运雷达飞弹的车辆 早就在国防部22号公布的 联合防空作战训练影片中 首度曝光 当暗基固定雷达战 遭到敌方摧毁时 雷达车能够立即启动 随时变换阵地 支援各项制海制空作战任务 除了飞弹一防 23号也有民众在蓝与外 还发现两艘国军军舰 军方人士透露 这是海军飞弹巡防舰 能进行反潜侦测 并配合海陆空各种形式的雷达设备 进行制海制空联合演习 接连几天 东部出现军方武器装备 为了严防共军 从东部海域发动突袭 国军提前做好准备 记者刘灵祥台东报导